剛剛那個是不正常的 另外一邊才是正常的 你有看到這個是剪完頭髮 然後洗完啊 隔天睡覺起來會變的樣子 雖然頭髮是蓬鬆是好事 設計師對於我髮型的設計理念是 反正我會戴帽子嘛 我認為他的方向性對的 只是我起床之後看到這副鳥醜樣 心中還是不免死 怎麼有一部五味雜陳感你知道嗎 今天呢我們下午的行程是要先去 中油百貨那裡 我想要去看一下枕頭的部分 對於椅子這一塊呢 不久之後吧 應該會有新的椅子過來 把手部分呢 我是不知道怎麼去修它 因為我研究一下這側邊的構造 並不是說我隨隨便便轉個緊啊 它就會修好了 這張椅子坐起來著實的厚實 可是我不知道腰部這一塊 我每一次都沒辦法很好的支撐到 反正是題外話 之後等新的椅子到了 我再訴說一下 我在這一段時間 所買的椅子進化石 那下午去完了中油百貨之後 我們要再去老爹家 去看他女兒 順便找他一起拍片 也跟大家講啦 我終於準備好了啦 這四號 四號所有的 所有的牌呢 我都已經是 都已經算是組好了 這些牌組呢 都不算是 現在 賽場上面的 T0 或T1 牌組 而是偏向於 combo牌 粉牌 搭乘某些條件後 他可以贏T0 T1 可是沒有搭乘這些條件呢 那他就是一個很可愛的粉牌了 我喜歡玩這類型的牌組 因為我覺得很有趣 至少讓對方 玩得到遊戲 儘管 牌組的特性呢 未必是玩得到遊戲 跟控制 有天倆之別 這是可以在賽場上使用的好不好 是會贏的 不然前幾 二單和三單 我所組出來的牌組 都不是可以讓人家交流的 這一點我只能 跟跟我玩過的人說是抱歉啦 好吧 現在我組了一個 可以在賽場上面 控制的牌組 這樣好像又沒什麼不同 非要不多說 我們就先前往 中油百貨吧 我要去買枕頭 Let's go 這一個是健康標章 當你被量過體溫 然後確定體溫正常的時候 就會給你一個健康標章 其他人呢 看到你就 你已經經過檢驗可以進去了 好我們要先去 十一樓 哎呀 別再玩啦 你有眾多的手機額頭 來這裡 不到十分鐘 我馬上挑選好自己要的枕頭 好高喔 近日的天氣呢 不知道為什麼 明明都已經四月底了 可是還是偏涼 讓人不免所疑惑的 現在不是應該要進入 春天至夏天的節日嗎 好我們等一下下去 這個東西 你打算是浮盛亭還是 好 來啊 走一下吧 他最近怎麼會哭 最近 我發現 那個小孩子的臉 跟那個小豬好像 很像嗎 很像嗎 看他臉我就 小豬 妹妹真的是很可愛 我們終於來到了老爹的家中 現在呢 小豬跟邦尼他們去剪頭髮 所以我們要再趁著這段時間呢 跟老爹 拍個影片 本來預計啦 是要跟喜天一起來這裡了 只不過疫情關係 所以 沒辦法 他明天才會來 我跟喜天約是因為 NVIDIA的顯卡 我需要他幫忙安裝 我要一個畫面 咱們的國軍弟兄呢 讓我們疫情宣溫 所以 現在 上一部影片我才說 大家的防疫的意識下降了 是因為 全台的都在講說 我們防疫大成功啊 零確診啊 然後大家就會想說 啊 反正都已經零確診了 就可以不用戴口罩了 殊不知就現在來一個重創 大家都是有可能成為那個 散播的人 因為我們還沒有症狀 在潛伏期的14天以內 其實這個散播是最恐怖的 口罩呢 能戴責戴 剛好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 在門口啊 那量體溫啊 還有去做一些標示啊 這些 百貨公司其實也非常的防範 以防萬一如果真的是大爆發的時候 那時 這樣 就會變成像其他國家一樣 就很恐怖了 我們來 準備 拍攝 這個 套牌 我跟你講 這幾個套牌呢 只要四出出去 有開心的啦 但 有兩套應該是交不到朋友的 不然完全控制 可是應該也不會有的 想跟你搭 我們已經 拍完了 已經拍攝完了 好現在 在邊打牌邊休息著 你可以看到後面的新聞呢 都一直在播報 咱們 官兵弟兄 其實 對國軍沒有印象很差 因為我當過兵 當兵很好玩 就是 當然我自己片面之詞 很多的長官 大多數都是知道說 現在體制的狀況啊 什麼的 可是他無奈沒辦法去更改 這一個體制 因為 他們只是 其中一個齒輪 沒辦法引起太大的效益 而政府在這一次 所需要負的責任 那 我認為是 自己也比較多了一點點 而這一塊我也不想要多講 只希望說 在這一兩個禮拜呢 大家還是好好做好防疫 跟 你們 要買好 物資 柴米油煙醬醋茶 就很早之前雪兔所做的那一堆 我本來以為 台灣真的是可以安安全全的度過這一關 如今又爆出了這個事情 所以 沒意外 應該會在這一個禮拜 會再去買 一兩袋米啊 還有一些 冷凍食品 你放在家中 如果真的疫情大爆發的時候 就最好呢 是不要出去外面跟人家接觸人群 我呢 是可以很宅的一直待在家裡面 不是個問題 但 我還是很想要出來動 你知道嗎 那老爹呢 老爹你們都是待在家嗎 我都在在家 我沒人在出門 你的東西好像都在家可以用啊對不對 我沒人在出門 我又不像你要出門才能拍片 我不用啊 好我現在還在打牌 沒事做齁 換我了齁 哈利 現在已經10點14了 你知道嗎 我現在所有家當都已經弄好了 我只要口罩一戴 東西一拎 就可以直接走出這個大門 然後回家 阿神有在問說 10點半要不要一起拍片 我說應該不會是個問題吧 他大概9點的時候問我 我覺得應該可以 結果弄到現在14分 還沒出現 是 我可能錄結尾影片的時候 會是在拍完影片後 也說不定 那我現在呢 只能祈求他們趕快到 然後我們再跟老爹 邊聊天 邊講說影片阿 方向阿 你知道 兩個youtuber 待在一個空間裡面 能聊的就是工作上的事物 還有一些人物的八卦 人物的八卦又不能講 對我們就只能講工作上的東西 你老婆用很久耶 女生嘛 女生弄頭髮 阿 而且他還好要燙頭髮 阿 說不定又給我偷懶頭髮 一定有染 好啦 如果 拍片的時候發現我比較晚到的話 就先跟你說抱歉 並不是我的問題 哈哈哈 我們就看最後 什麼時候吧 2 hours later 終於 到家了 好 我們剛剛發生了一些 蠻搞笑的事情 邦尼以為他的鑰匙不見了 喔不對 是 邦尼以為我的鑰匙不見了 後面呢 終於在他的包包裡面發現了 那在這裡呢我一直很好奇 老爹稱這個蛋糕是什麼了 這個叫做滿月蛋糕啊 我來看一下 上面說感謝你的祝福 小寶貝KIME滿月囉 以後我們也可以做這些小東西 好有趣喔 然後這個是什麼 小蛋糕 然後跟一些餅乾 然後我現在要先去跟阿神他們拍片 然後等一下裡面去做機會 好了 我們終於 拍完影片了 下一時間呢 已經來到了晚上的1點多 拍超久 喔 在這一次呢 雪兔不僅僅去老爹家那邊 拍攝 還有買這個枕頭 其實我一直想要去找枕頭的廠商來去彈 你知道嗎 枕頭一顆都不會太貴 我不知道你們的枕頭多少錢 可能幾百塊錢 而雪兔買過最貴的也就是這一顆 一千二而已 再更貴的我有看到一千五 可是 我從廠商那邊所看到的枕頭呢 一顆造價 為你量身訂做的一顆枕頭 可以到快要一萬塊錢 我很想要躺看看 所謂一萬塊錢的枕頭 到底是什麼樣子 阿神曾經說過 對於像我們這種 長時間坐在電腦前面的YouTuber們 最重要的三個東西 一個是床 第二個呢 是椅子 第三個重要的就是枕頭 我們要不就是在桌子前面工作 所以椅子很重要 做完了 我們就是回去睡覺 床跟枕頭 就是影響你睡眠 以及舒適度的重要關鍵 當然 棉被也是有的 棉被是會隨著溫度來去更換的 唯一不會變的呢 就是你的枕頭 跟你的 床 如果 你是枕頭的廠商 我好想要經歷一次喔 我要體驗看看喔 一直在尋找的很符合自己的枕頭 一直試 所以像這個乳膠的枕頭呢 我是剛剛在試堂現在覺得好像還行啦 過了一個禮拜之後呢 可以再跟你們講一下心得 這些東西真的不能直接用手壓一壓就買回家 你很容易會買到自己不是這麼合適的枕頭 雪兔現在正在睡的那一顆枕頭 是我直接去IKEA那邊隨便拿一顆 對我覺得這個價格很高 我直接買了 對不起 我就是這麼粗俗 我以為價格越好越好躺 結果不是 這個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好了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是雪兔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一次的VLOG 然後也希望你們可以期待著之後會出的PTCG的影片 當然關於Minecraft的影片呢 依然我還是會繼續出的 不用擔心好不好 好私底下大家的影片啊 還有我們的很蠢的事情 都會出來 可以期待下一次的真人影片時間 我會出一個很白痴的議題 對不對 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喜歡兔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一次的影片 如果有任何問題 記得在下方留言跟小鈴鐺 訂閱 所以看到更多的影片 我就要下支影片 再見啦 各位掰掰掰掰 掰掰 各位跟著 大家看見 我們 Release 谢谢大家